哈喽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复习的时间 那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安时间的晚上十点 我一定是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这些影片也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那今天要看的是 LeaCode的680题 Valid Palindrome 第二个形态 上一次我们做了Valid Palindrome的第一个 Valid Palindrome的第一个形态 对吧 然后这一样是同一样的topic 就是一个two pointers还有strings 然后也是一个脸书高评题 然后这边我写错了 不是Amazon不是亚马逊 是Facebook 这次半年内呢考过了69次 那Oracle跟Microsoft也曾经考过这题目 那废话不多说 我马上看一下这一题 其实这一题呢 跟上一个复习的题目 Valid Palindrome差不多 不一样的就是呢 它一样给我们一个non-empty的stringase 对吧 然后呢 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字去delete掉 然后呢 看它是不是Palindrome 这其实就是什么看呢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次的容错率 就是我们可以错一次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ABA 这个是True 没错吧 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个Palindrome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ABCA 这个也是个Tru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把B消掉 或是像题目这边讲的 把C消掉的话呢 那它都是一个Palindrome 如果是ABCA 把C消掉 我们就有什么 ABA对吧 然后ABCA 如果把B消掉 那我们就会有什么 ACA 那这两个都是个Palindrome对不对 好 那了解题目之后呢 我们要看一下重点 重点呢 什么 一样是什么 Palindrome的技巧 对吧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看 或是从右边到左边看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Two Pointers 左指针跟右指针 往内缩 然后去比较左边跟右边的直 那这一次不一样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Palindrome的话呢 那我们干嘛 那我们就往右移 或是往左移 去更新我们的指针 然后更新一位对吧 然后继续去重新确认 说它是不是Palindrome 为什么呢 Why 对吧 Why 因为我们可以删掉一个字 对吧 删掉一个字就等于是跳过它 也就是说我们Palindrome 如果发现这个配对 不是对的话呢 我们可以跳过它 再去重新看下面 还是不是Palindrome 如果还是的话呢 那就OK 因为题目允许我们这样子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给的例子 ABCA对吧 我们有左边指针 右边指针 我们看左边跟右边比 一样的对不对 所以呢 往左右边移 然后ABC 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我们再去看 把往左边移 那它又已经交叉了对吧 所以我们很自然而来知道 这一个是一个什么 是True对吧 但这样讲可能有点复杂 我们把它变成 再更长一点的例子好了 就是我们有A B C 然后呢 还有什么 D 然后 A 这样子的话呢 A D 应该这个应该是 B D A 把消费的话呢 就ABCBA ABCBA 好 这个例子应该是可以 准备看一下 我们A跟A一样对吧 跳过它不用看 然后看第一个字 我们B跟D 发现什么 它们两不一样对吧 所以呢 我们要各把它移位去看 所以我们如果 把左边移位去看的话呢 发现什么 发现它不是排列状对吧 那我们就去看 右边去移位 再跟它比 B跟B 没错是排列状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例子是可以的 好 那这样子把思路 画出来之后呢 这题就是非常 简单明了 我们可以直接去写扣 那写扣的话 的技巧是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再写一个小帮手 让它去做第二次的排列状就好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马上来看一下 所以把一个solution写出来 然后呢 题目是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ase 对吧 那ase是什么呢 是一个string 然后最后我们要return什么 return一个boolean 对吧 然后一开始一样 先做一个hcasecheck if notase 如果它什么都没给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return return什么 return2对吧 因为什么都没有 那它肯定是个pilandrum 那么马上把我们的小帮手写出来 小帮手是要写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 看这个字串是不是pilandrum的一个方程 那我们已经知道怎么做了 对吧 我们就写说 这边叫做 is is pilandrum pilandrum 然后里面也是有一个 ase 然后呢 一样return boolean对吧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这边写错了 因为我们 ispilandrum 我们要有 我们的string 对吧 那么还要有什么 还要有我们的左边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右边 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pilandrum里面要干嘛 我们要把左边跟右边的指针拿去比较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如果左边跟右边 if left is smaller than right 如果左边右边还没有交叉的话呢 这回全要只下去 然后呢 if is的什么 left 不等于is的什么 right 那我们就干嘛 我们要return false 对吧 然后呢 左右指针正常的去更新 如果他们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去比对下一个位置 往右边移 然后往左边移 然后当这个跑完之后呢 如果都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return什么 return true 这是一个很基本标准的pilandrum的写法 跟一个模板 不要忘记 好 那把这个小帮手写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干嘛 我们一样对吧 我们把我们的指针 左右指针定义出来 最左边开始是从0开始 对吧 然后最右边的话呢 自然就是我们的什么 我们题目给的 length的长度减掉1 从最右边的位置开始 然后可以开始写我们的while loop 写法差不多 如果左边 比右边小的话 就是如果他们还没有交叉的话呢 那我们要干嘛 就要说如果 is left 如果他不等于什么 如果左边不等于我们的右边的值的话呢 一般来讲我们是要return false 可是既然我们有一次的容错率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return 然后把我们小帮手放进去 就可以说return is pilandrum 然后把我们的string再继续放进去 然后把我们的左指针放进去 可是左指针要干嘛 他要看他下一个位置对吧 所以这边就可以用左边去加1 然后右指针不变 然后呢或者呢什么 这边在 位置写不下 写到下面 pilandrum 然后这边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右指针 去往他下一个位置看 然后当 对 然后这个ifstemming 如果他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就去再做第二次的pilandrum 确认去看他是不是pilandrum 然后呢 如果他相等的话呢 左边跟右边都一样 左边跟右边都一样的话呢 那直接干嘛 更新我们的指针对吧 所以呢 左边的继续往右边移 然后右边的指针呢 继续往左边移 然后当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 string肯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干嘛 直接return true 好 那这个code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 time complexity 如果仔细看一下呢 这个呢 其实只是从他指针的下一个点 然后继续继续继续去做一个回圈 对吧 然后这一个呢 也是一样 他没有 我们没有重复的 重复去便利我们的指针的点 他 不管怎么样 都是从左边跟右边 然后一直去往 内去缩减的 所以我们的time complexity 是不是还是一样 是一个 of n 然后n 理所当然就是我们题目给string的长度 对吧 那空间复杂度呢 我们发现我们没有用到任何的data structure 那这自然而然是什么空间复杂度 是不是就是constant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好 我们刚才用手写的code对吧 现在把它打上去 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小帮手 所以我们把我们小帮手打写出来 is palindrome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个string 然后我们有左个 左点的指针跟右边的指针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说 if left 如果is not equal to is right 如果左指针不一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return false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 呃 左边的话呢 要正常的去更新left 就是 left等于 加等于1 然后right呢 减等于1 左边往右边移 右边往左边移 然后呢 如果当这些 这边少打一个 我应该就要在回圈里面对吧 所以如果 呃 左边跟右边 左边小于右边 就表示他们不交叉的话呢 那我要去做一个 呃 conditioning的确认 看他左边跟右边指针的值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就return false 一样的话呢 那我就去更新我的指针 然后继续去往下做比较 然后当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如果都没false的话呢 我知道就可以return true 好 这是一个pilindrome的一个确论方程 也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小帮手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一开始来什么呢 看一下我们的h chip if not is的话呢 那我们要return什么 return true 因为他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也算是一个pilindrome的一种 对吧 然后呢 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说 while 出了之前要把我们的左指针跟右指针定义出来 所以left zero 然后right就等于什么 等于lens of s 然后减一 因为从最右边开始对吧 然后呢 这边就可以说 while left smaller than right 如果左边跟右边还没有交叉的话呢 那我就可以干嘛 那就可以说if is left 如果左指针的值不等于右指针的值的话呢 那我这边要干嘛 就可以return return什么呢 把我小帮手叫出来对吧 pilindrome 然后呢 把我们string放进去 然后左指针呢 要往右边去做一个确认 然后呢 or什么呢 pilindrome string放进去 左指针放进去 右指针呢 要往它的左边去做一个确认 这样子 写完之后呢 如果左指针跟右指针是一样的话呢 那我们把它做正常的更新 就是左边往右边移 右边往左边移 然后当这些都做完 这个回圈跑完之后呢 都没有return false的话呢 那我知道什么 知道可以return true对吧 所以把这个call送出去 好 accept it 然后subment 好 subment也没有问题 好 那这题就讲到这边 那别忘记 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安时间的晚上十点呢 我会定时上传 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这些影片也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那别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Peace